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项目管理考试核心章节 考分最多三章之一 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和了解的知识点 我们一个一个来 首先第一节4010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内涵 这一节预计考分1分到2分左右 考一个题 掌握考点第一个点 五方责任主体 项目负责任 质量终身责任 第一个点是 五方责任主体 五方拿五方 应该各位都会 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 授记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第二个点 质量终身责任 什么叫终身 终身是指工程授记使用年限 在工程授记使用年限内 对工程质量都要承担相应责任 这是终身的解释 好 第三个点 需要追求项目负责任 质量终身责任的情形有哪些 这个点是我认为的重点 哪些情况下 追求项目负责任 质量终身责任 第一个情况 发生工程质量事故 需要追求质量终身责任 第二个情况 发生投诉举报群体性事件 或者媒体报道 而且造成恶劣受过影响 第三个 由于勘察授记施工原因造成上载授记使用年限内 工程质量不能正常使用 三个情况 简单描述 第一个情况是质量事故 第二个情况是投诉举报群体性事件 媒体报道 造成恶劣受过影响 第三个是勘察授记施工原因造成还在使用年限不能正常使用 第四点 质量终身责任实行两个制度 第一个书面重落 第二个进攻后永久标牌 简称四个字 写书立牌 第二个考点 要掌握 项目质量影响因素 五大影响因素 人 材料 机械 方法 环境 人的影响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它是质量控制的基本触发点 材料的影响因素包括收备 记住 工程设备属于材料影响因素 今年教材修改 重点在第五个影响因素 环境 包括四类环境 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 管理环境 作业环境 自然环境 比如说 工程 地质 水文 气象资料 地下障碍物 其他不可抗力 算自然环境 简单总结两个字 自然环境 先天 先天存在 受惠环境 主要是指行业现状 我们这个行业目前的现状 它叫受惠环境 比如说国家建设法律法规 建筑市场等等 它是受惠环境 管理环境 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制度 各参见单位协调 属于管理环境 作业环境 比如说施工现场平面和空间环境条件 施工造明 通风 安全防护授施 施工场地给排水 交通运输和道路条件 属于我们给各讲作业环境 作业环境简单总结两个字 后天或者人为 那么这个点就出来了 我再总结一遍 自然环境是先天 作业环境是后天人为 受惠环境叫行业现状 那么管理环境 最好的打法用排除法 五大影响因素讲完 需要掌握第三个考点 常见质量风险 从风险产生的原因来分析 常见质量风险分为 自然风险 技术风险 管理风险 环境风险 自然风险 扣关自然条件 突发自然灾害 比如说 扣关自然条件 突发自然灾害 地震 雷电 暴雨 它叫自然风险 体现两个字先天 技术风险 技术水平有局限 对工程技术掌握应用不到 属于技术风险 管理风险 质量管理体系存在缺陷 组织结构不合理 工作流程组织不可学 属于管理风险 环境风险 包括两类环境 一类叫社会环境 一类叫工作环境 社会环境 比如说社会上 腐败现象 违法行为 工作环境 比如说空气污染 水污染 光污染 造成污染 质量风险的四种分类 按风险产生原因分类 自然风险 先天存在 环境风险 后天人为 技术风险 目前技术达不到 管理风险 管理上存在漏洞 了解考点 第一个点 质量风险响应 做个了解 因为去年刚考过 风险规避 风险减轻 风险滞流 风险转移 它的重点是 给各一个具体的实例 属于质量风险那一个 要回 比如说 分包出去 属于风险转移 转移给分包单位 预留 不可预减风险费 属于风险滞留 这个点 做了解 好 第二节 建设工程项目 质量控制体系 预计考分 三分到四分左右 掌握 掌握考点第一个 质量管理方法 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 叫PDCA循环 包括四个环节 第一个是计划 第二个实施 第三个检查 第四个组织 计划 计划 两个方面 确定质量目标 制定实现质量目标的行动方案 它就算计划 确定目标 制定方案 属于计划 是P 实施 那就是施工过程 也包括行动方案的部署和交底 行动方案的部署和交底 我们简称叫技术交底 技术交底算实施 第三个是检查 第四个是处置 质量管理基本方法 PDCA循环 第二个点掌握的是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不同点 主要是跟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对比不同点 有五个分别不同在哪里 这张表格 非常简单 我交给各位两个字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抓两个字 项目 只能用于本项目 其他项目不能用 企业不能用 而质量管理体系 抓两个字 企业 只能用于企业 不能用于任何项目 你就抓这两个字 我保理今年考试 如果考到这个点 答案一定能选出来 而这个点 是我看好的点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跟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对比不同点 有哪些分别不同在哪里 第三个要掌握的点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 包括四个 动力机制 约束机制 反馈机制 持续改进机制 其中动力机制是核心机制 约束机制 来自两个约束 一个叫自我约束 一个叫外部监控 这里的重点来了 自我约束 不仅仅是你施工单位 叫自我约束 所有质量责任主体 都叫自我约束 而质量责任主体 我们简称叫五方主体 来自五方主体的约束 都叫自我约束 施工单位的叫自我约束 监理单位的也叫自我约束 建设单位的也叫自我约束 因为它们属于五方责任主体 好 第三个叫反馈机制 第四个 持续改进机制 持续改进机制 原理叫PDCA循环 用PDCA循环 持续改进 好 运行机制的重点 一定在这个地方 第四个考点 质量管理体系 文件构成 质量管理体系 内容包括四个 第一个 质量方针口质量目标 第二个 质量收挫 第三个 重续性文件 第四个 质量记录 其中质量收挫 它是纲领性文件 而程序性文件 它的内容和详略 是企业情况来定 也就是说 它不做具体要求 而质量记录 它是客观反应 它有规定的形色和程序 所以重点在后两条 程序文件 它不做具体要求 它不做具体要求 而质量记录 有规定的形色和程序 也就是有具体要求 一个是不做具体要求 一个是有具体要求 分开来 掌握考点第五个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和监督 一 谁认证 公证第三方认证 二 认证后有效期三年 三 检查 分为内部审核和外部监督 如果是内部审核 那是经常性 如果是外部监督 看是定期还是不定期 定期的每年一次 不定期的临时安排 第四个 注销是自愿 暂停是警告 撤销是出发 去年考 哪个是自愿行为 注销 那你就要知道 暂停是什么 是警告 撤销是出发 最后一点 认证被撤销 多久可以重新提出认证申请 多久 一年后 它可以提出认证申请 这是要掌握考点第五个 了解考点 第一个点 多重测结构 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了解几口 简单讲这是 第一个层次来自建设单位 第二个层次来自总包单位 第三个层次来自下边购 专业分包单位 第二个需要了解的考点是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建立的程序 四个步骤 确立网络 制定制度 分析界面 编制计划 确立网络 也就是确立系统质量控制网络 首先要明确的是 系统构层面 工程质量控制负责任 首先干什么 确立网络里面 了解即可 好 第三节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 预计考 四分 需要掌握考点 第一个点 施工质量验收合格 应该满足的要求 要求是两点 第一点叫按图施工 第二点叫依法施工 按图施工 是指要满足勘查数据 依法施工 是指要满足统一标准 和质量验收规范 这是你施工质量验收合格 两点规定 合格的前提下 已经合格了 还要满足 建源施工 也就是还要满足 你对业主方的承诺 满足施工承包 活动的约定 第二个点 施工质量控制的依据 包括三个依据 第一个叫共同性依据 第二个叫专业技术性依据 第三个叫项目专用性依据 共同性依据 装两个字 共同 所有项目都必须遵守 那叫共同 建筑法 招图标法 质量管理条例 中国境内所有项目都必须遵守 都要实用 就叫共同 专业技术性依据 装两个字 专业 只适合用于某个专业 只适合用于某个领域 那就叫专业技术性依据 比如说材料验收技术标准 这个标准只能用于材料验收 针对主体结构质量验收 那就不适用 这就叫专业技术性依据 项目专用性依据 抓两个字 项目 只能用于本项目 其他项目也有 但是每个项目内容不一样 猴童收技 它就是项目专用性依据 又与本项目的其他项目不适用 因为每个项目的收技图纸不一样 所以收技 它是项目专用性依据 掌握考点第三个 施工准量控制点的分类 准量控制点分为两类 一类叫见证点 一类叫待见点 累些是见证点 重要部位 特种作业专门工艺 见证点 要见证 监理要去旁厂 累些是带检点 隐蔽工程 是带检点 检查验收合格 下到工序才能施工 好 累些是见证点和带检点 地方考 第四个 施工准备的质量控制 这个点呢 难就难在施工技术准备 因为教材上有两段话 里边都是技术准备的实例 大概有20个左右的实例 你根本不知道他考了一个 所以我建议 如果考施工技术准备 建议排除法 你先把施工 现场施工准备解决掉 施工准备 包括计量控制 测量控制 平面图控制 计量控制 测量控制 平面图控制 属于现场施工准备 把这三个排除 那么其他都叫技术准备 这样答 更清晰 更精大 而历年考试最喜欢考的技术准备的例子是 明确质量控制重点对象和控制方法 第五个点 工程质量检查验收的质量划分 工程项目的划分 我们去年考分项工程 考两分多选 今年我们重点在它里边复习两个 一个叫分布 一个叫检验批 分布工程按照专业性质工程部位来划分 而检验批按照工程量楼层施工段变形缝来划分 重点 检验批按照工程量楼层施工段变形缝 这个点比较看好 第六个点 施工作业质量自控和监控主体 自控主体 谁才是自控主体 三个做施工方 施工方是自控主体 包括总包、总管和分包 监控主体 建售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制限站 属于监控主体 如果考 给定一个背景 把背景阐述清楚之后 在背景里边找 监控主体有哪些 自控主体有哪些 给定一个背景 要求你来分析 第七个掌握考点 设计焦底 图子会是什么 设计焦底干什么 图子会是干什么 把教杂商内容给各位简化 就是设计焦底 理解意图 了解要求 明确重难点 图子会生是找问题 解决问题 我建议各位这里 只记住图子会生 它是找问题 解决问题 找问题 解决问题 叫图子会生 其他叫授记焦底 比如说你图子上 现在建筑图和结构图对不上好 叫授记单位给你解决 那叫图子会生 不叫授记焦底 好 这个地方 第一方考多授记 了解考点 第一个是质量控制点的管理 做个了解 首先干什么 旗子干什么 最后同时还要干什么 第二个 现场质量检查内容 做了解 包括开工前检查 工序交接检查 隐蔽工程检查 停工后复工检查 分部分向完工后检查 成品保护检查 做了解 第三个设计质量的控制 控制内容包括了一些 做了解 功能 可靠 观感 经济 施工可行 集中使用功能安全可靠 它是设计质量控制的核心 使用功能安全可靠 是设计质量控制核心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 4040 建树工程项目 施工质量验收 这一节预计考分 三分到四分 需要掌握考点 第一个检验批 检验批质量验收 先看两个关键质 一 它是验收最小单位 二 它是验收的基础 由谁组织 专监 专业建议工程师 谁参加 质检员 工厂参加 验收合格标准 三条 第一条 主控项目质量 全部合格 均因全部合格 第二点 一般项目质量 合格 不是全部 第三点 具有完整施工操作依据 质量检查记录 主控项目全部合格 合格率百分之百 一票复决 一般项目合格 合格率百分之八十 所以看好它的用处 两个比重 是我给各位通过规范增加 然后记住是 主控项目 是一票复决 一般项目 它不是一票复决 因为它只要合格 百分之八十 就认为合格 这是掌握考点第一个 检验批 第二个 施工过程 质量验收不合格 应该如何处理 也就是质量有缺陷 要如何处理 首先 我们要把这个缺陷分为 一般缺陷 严重缺陷 和无法确定的缺陷 如果是一般缺陷 我们就返修 修补 收备有问题 更换收备 重新验收 一般缺陷就是修补 返修 然后重新验收 如果是严重缺陷 那咱们就不讲了 重来 重新干 如果是无法确定的缺陷 先找第三方出报告 看他的报告怎么出 如果他的报告结论 达到收集要求 给验收 如果他的报告 是达不到收集要求 那就带上你的茅台和钱 找收集院 收集院的报告 能够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 还是可以验收的 也就是第三方搞不定 你就找收集团围去 如果第三方出的报告是 不能够满足最低限度的安全储备和使用功能 给了这样一个结论 找收集院是没用的 因为收集院绝对不接你这个查 这个时候 该加固加固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而且是按照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来验收 他这个地方考 永远是考在这个中间 我告诉你走到了那一步 你来回答 我接下来应该干什么 他叫施工质量验收不合格 如何处理的规定 掌握考检第三个 进攻验收程序和组织 首先讲进攻验收的程序 大到步骤是三个 一自检 自检当然是你施工单位组织 二预验收 预验收是监理单位组织 监理单位谁了 老大 总监组织 第三个 进攻验收 进攻验收 一定要是建设单位组织 建设单位谁 项目负责任 进攻验收程序 建设单位组织 进攻验收程序 四个步骤 四个动词 第一个步骤 首先要申请 以施工单位先提申请 申请完毕 第二步 建设单位准备 准备好之后 第三步 通知 通知谁呀 通知自检查 提前多种通知 提前期购工作日 不是提前7天 是提前期购工作日 工作日和天数的区别 一个星期算7天 工作日只算5个 所以提前期购工作日 不是7天 可能是9天 也有可能是半个月 而且我当时给各位讲过 在我们工程领域 一个潜规则就是 什么情况想填天数 什么情况填工作日 你记住一点 五方组体求政府办事 工作日 政府要求五方组体办事 填数 所以这里是工作日 求政府办事 最后是验收 四个环节 申请 准备 通知 验收 验收结果 验收过程中 五方组体 意见 不同意 协商后 重新组织验收 意见不同意 协商后 重新组织验收 这是进攻 质量验收的程序 也就是最后一步的程序 掌描考点 第四个 进攻验收 备案 一 谁去备案 建设 档位 时间是 进攻验收 合格制日期 15天内 到哪里去备案 建设 主管部门 级别是县级 区域是工程所在地 备案应当提交的材料有 五个材料 一 备案表 二 进攻验收报告 三 规划环保 出具 认可文件 或允许使用文件 四 公安消防 出具证明文件 五 制保数 五个文件是 进攻验收 备案应当提交的文件 考试喜欢考一个词 他说住宅工程有 丰富工程质量 验收表 这张表在备案的时候 要提交 不对 住宅工程质量 丰富验收表 签好字 最终交给小业主 备案不提交 备案不提交 好 这是第四个点 要掌握 了解考点 看看即可 第一个了解考点 分享工程质量验收规定 做了解 第二个了解考点 住宅工程 丰富验收 做了解 住宅工程丰富验收 对象不仅是 每一顾 还有相关公共部位 第二个 丰富验收表 填写完毕 三方签字 哪三方 现场三方 现场三方 建售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这是现场三方 谁了 老子 设计和勘察 一般不是常驻施工现场 所以它不叫现场三方 第三个 丰富验收不合格 不能进行住宅工程 整体竣工验收 最后一点 竣工验收报告 谁提出 谁组织竣工验收 就谁提 当然是建售单位来提出 因为是建售单位 来组织竣工验收 好 这是第四节 预计考分 三分到四分左右 第五节 建售准量不合格的处理 施工准量不合格 它的处理规定 预计考分这一节 三分到四分左右 需要掌握考点第一个 叫工程质量事故的分类 第一种分类按损失程度来分类 看屏幕上这个图 分为一般较大 重大和偷大事故 从三个方面来判断 死亡人数 重伤人数 直接经济损失 这个点应该不用我讲了 各位你应该是滚光烂熟 复习几年了 有年头了 那就是滚光烂熟 强调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一般事故 按经济损失来分类是 一千万以下 还必须要一百万以上 如果经济损失不够一百万 我们不叫质量事故 我们叫质量问题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 抓住临界点 比如说 一般事故 死亡人数三人以下 较大事故 死亡人数三人以上 刚好就是三个 那就是较大 因为以上包括本数 以下不包括 好 其他你自己看 我就强调这两个点 注意一下 事故的第二种分类 按事故责任分类 分为 指导责任事故 操作责任事故 自然灾害事故 指导责任事故 管理人员 操作责任事故 生产工人 自然灾害事故 那就不用讲了 天灾 这是要掌握考点 第一个 质量事故的分类 掌握考点第二个 质量事故发生原因 我们去年考试 两分多选题考 管理原因 今年重点复习 技术原因 和社会经济原因 技术原因 引发责任事故 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勘察出问题 第二个 设计出问题 第三个 农民公司之杀 一个是勘察的问题 一个是设计的问题 一个是农民公素质的问题 属于技术原因 管理原因 了解自己看 受贿经济原因 抓住三个字 七无工程 三边工程 偷工减料 都是受贿经济原因 比如说 我为什么要偷工减料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受贿经济原因 利润最大化 经济原因 三边工程 边勘察 边收集 边施工 我们现在的房产项目 我不敢讲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以上 绝对是三边工程 不可能把设计全干完 再开始干施工 就像最近出事出的特别严重的 碧桂园 很多地方质量都是一塌糊涂 全是垃圾 三边工程 绝对是一查一个准 人为事故和自然灾害原因 那就不用讲了 去年考管理原因 今年重点复习 技术原因和社会经济原因 好 掌握考点第三个 施工质量缺陷处理的基本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修补处理 反修处理 反修就是修补 什么情况下修补呢 把实力记住 第一个 蜂窝麻面 混凝土表面 把模板一拆 结果发现表面有蜂窝麻面 那就要修补 第二个实力 混凝土结构或表面出现损伤 不影响使用和外观 要损伤 要修补 第三个是 混凝土结构出现裂缝 不影响使用和安全 结构有裂缝 要修补 三个实力 再巩固一遍 第一个实力 蜂窝麻面 第二个实力 结构有损伤 第三个实力 结构出现裂缝 要修补 第二个 反攻处理 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防洪堤坝填住压石后 压石土干密度 未达到规定值 土方回填 土的干密度不达标 土本身不行 要反攻处理 第二个 公路桥梁工程 预理 规定张拉系数 1.3 实际只有0.8 反攻处理 我要1.3 你只有给我0.8 当然不行了 加固也不行 加固是差一点点 你看这差一点点吗 差了一半了 反攻 第三个 混凝土结构 勿用安定性 不合格的水泥 而且无法采取其他捕捉措施 水泥安定性 不合格 严禁使用 用了 必须反攻重做 第三个处理方法 不做处理 不做处理的情况 第一种 不影响结构安全 使用功能 我们可以不做处理 比如说 放线定位的偏差 可以不做处理 再比如说 混凝土表面 由于氧固不够 出现了干缩裂缝 可以不做处理 各位看清楚了 它叫干缩裂缝 修补处理里边叫 结构裂缝 所以第一个关键词 看好了 如果叫结构裂缝 我们是需要反修 如果是叫干缩裂缝 我们是可以不处理 第二个后造工序 可以弥补的质量缺陷 比如说 轻微麻面 轻微麻面 我们可以不处理 修补处理里边叫蜂窝麻面 所以第二个注意了 听我描述 用词叫两个字 麻面 反修 修补 再加两个字 轻微 那就不处理 第二个例子叫 混凝土现浆楼面 平整度偏差 达到10毫米 一公分平整度 不做处理 第三句和第四句话 第三句叫第三方检测 第四句叫原收集单位 这两家单位 只要有一家站出来 听你说话 可以不处理 好 了解考点 这一节 施工质量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程序 做了解 这个程序做了解 你要看就稍微看一下 事故报告 质量事故的报告 工地上发生一起质量事故 首先发现质量事故的人 一定是农民工 不是你项目经理 是农民工 你项目经理虽然常住施工现场 但是你在施工现场干什么 你在施工现场 在你的空调办公室 抽着你的软中滑 刷着你的朋友圈 看着你的跌停板 想着你的世界杯 你根本就没在工地上去看 所以质量事故发生 农民工先发现 报给建售单位负责人 不是施工单位 注意 而且是立即上报 建售单位负责人 报到当地住建区 级别是县级 区域是工程所在地 时间是一小时 这个点稍微注意一下 其他做了解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六节 4060 树立统计方法 在工程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这一节 预计考分 一分到两分左右 需要各位掌握的考点 有三个考点 第一个 因果分析图法 又叫质量特性 要因分析法 国际上角 于字图 它的基本原理是 根据结果 找原因 应用因果分析图法 应该注意事项 第一点注意 一个质量问题 只用一张图分析 不管它的原因有多少 只要是一个质量问题 那就用一张图分析 原因再多 于字加长 加大就可以 但是反过来讲 两个质量问题 那就用两张图 第二点 通常采用QC小组活动方式 第三个 可以邀请小组以外 有关人员参加 第四点 从最主要的原因里边 选出一到五项 作为最主要原因 通过什么方式 投票 或者其他方式 当然最优先选的是 投票方式 这是第一个考点 要掌握因果分析图法 第二个掌握考点 叫ABC分类管理法 它是排列图法的 ABC分类法 把具体质量问题 通过排序 由大到小排 累加之后 找出A类 B类和C类问题 A类问题 我们叫主要问题 累计频率 前80% 要重点管理 B类问题 我们叫次要问题 累计频率 80到90 我们做次重点管理 C类问题 我们叫一般问题 累计频率 90到100% 我们按照常规 适度 加强管理机可 这叫质量问题 ABC 好 考试要会算 它的算法 最核心的一步是 先排序 后累加 排序 由大到小排 把质量问题 占到比重大的 往前排 质量问题 比重小的往后排 这样主要问题 才会排到A类问题里面去 所以建议各位 在旁边写一句话 先排序 后累加 排序 由大到小 而不是由小到大 掌握考点第三个直方图 那就是要求各位 掌握这六张图 它表达的含义 中间的字母B和字母T 代表意思不一样 大写字母B 代表质量范围 而大写字母T 代表质量标准 上下界限 第一张图 它最好 正常稳定受控 是一种最佳的状态 因为所有质量全部合格 都在质量标准上下界限范围里 离质量标准上下界限 也有一定的空间 说明它有一定的负余量 好 第二张和第三张图的问题是 凝界状态 第二张图是达到它的下限 跟下限凝界 第三张图的下限跟上限 都是凝界 凝界状态 就会容易出现质量不合格 比如说张三今天晚上告知我 明天不干了 换新手理事长 很有可能质量 马上就会不合格 好 第四张图的问题是 质量全部合格 但是太好 太好就是不经济质量能力偏大 第五张和第六张图的话 那就不用讲了 质量已经不合格 需要具纠品 这叫质方图法 质量问题ABC 还有前面的因素分析法 是我们要掌握的三个考点 第七节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政府监督 这一节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个单位 它叫质监站 预计考分一分到两分左右 掌握考点第一个 政府质量监督的性质和内容 首先讲性质 性质叫行政执法行为 代表政府行政执法 第二个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监督 第一个方面叫工程实体质量监督 第二个叫工程质量行为监督 工程实体质量监督 监督内容 包括实体质量的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 工程质量行为监督 包括哪些单位质量行为 包括 包括一质量质量主任主体 我们简称叫五方主体 包括二质量检测单位 第三方检测单位 属于工程质量行为监督的 五方主体第三方检测 这是掌握考点第一个点 第二个掌握考点 质量监督程序 首先要报监 质量监督要申报 谁去申报建售单位 时间在开工前去申报 报监完毕 第二步要制定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三步要对工程实体质量和工程质量行为进行抽查抽策 第四步要监督工程竣工验数 这个点 我比较看好考多选题 进工验收阶段 质量要监督 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进工验收组织形式或程序 第二个方面是质量问题 整改情况要复查 你会达到是第一个 你不会达到是第二个 它都属于监督进工验收的具体内容 第五个环节 形成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最后一个环节 建立工程质量监督档案 质量监督档案的建立按照单位工程建立 建立好之后 经过谁的监测可以归档 它叫监督机构负责人 单位工程建立 监督机构负责人签责可以归档 这是掌握考点 第二个 了解考点 第一个点了解 智监站 质量监督职权 有哪些权利 第二个了解 岗位考核 业务培训 多久一次 岗位考核 两年一次 业务培训 每年一次 由谁组织 省级建设主管部门 岗位考核 两年一次 业务培训 每年一次 谁组织 省级建管部门来组织 好 这是第四章 要求柜掌握内容